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10月26号 欢迎大家来到无线人声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随着现在那个国际局势的恶化呢 我们开展了这个最近的系列呢 就叫做这个无线人声 也代表了这个X人声这个X人声系列 因为原因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看见那个世界首富呢 那个伊隆·马斯克呢 他这两天呢 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马斯克的眼光呢 永远比我们快 马斯克讲什么呢 什么都即将发生 那就是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已经很快就会发生了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全球呢 已经呢走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那个前奏去了 回看历史呢 确实是很像 当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 它的前几年呢 前整十年呢 跟现在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两个阵营正在形成嘛 那两组人 两个阵营正在形成 两个阵营呢 互相呢 无法 他放不下竞争 二性竞争 二性竞争 结果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第二次大战呢 也是两组人 也是两个阵营 他在前几年呢 也是两个阵营在形成 如今呢 人类呢 不但没有吸取呢 一战跟二战的教训呢 人类呢 重新走回这个第三次大战的这条道路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期的节目呢 大家都是幸存者嘛 大家都是2020年那一场呢 世纪大病毒 世纪大瘟疫的幸存者 的确是走了很多人 但是大家还活着 大家都经历过那一场的大灾难 可能有些人在那场大灾难当中呢 失去了一切的财富 就是蛮多人是这样子的 他之前的生意做的多好 因为一场的那个疫情呢 失去了一切 但也有很多人呢 他失去了他的亲人 有些人失去了他的朋友 本来好好的 就一场这个病毒瘟疫呢 就失去了那个生命 就失去了好多的那个亲人 无论如何呢 大家还活着 活到现在 但是很可惜呢 我们活着的人呢 恐怕呢 接下来呢 要经历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个远远比起2020年那场病毒瘟疫呢 还要可怕 还要痛苦 还要糟糕 几千几万倍的一场呢 这个世界大战 所以呢 人类呢 是要继续走向世界大战呢 还是呢 能够呢 能够呢 吸取已晚的教训呢 来 化解 这场大战的发生呢 那我们先看 一点关于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新闻啊 好 所以这个是伊隆马斯克最新最新最新他讲的东西啊 他讲说这个世界大战呢 已经 形成了 他说 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大家正在走向走向走向这一步 所以接下来几年呢 我们在一段时间我们就看见了啊 所以 他也点明很清楚了 因为这几个国家他们一旦形成的话呢 俄罗斯 中国 伊朗 他少讲了一个朝鲜啊 那我们加上那个朝鲜呢 他们联合起来呢 绝对可以打赢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基本上不是对手啊 这 所以关键就在于 那个中国 会不会加入 这一个组合 啊 那个中国 的立场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伊朗跟朝鲜呢 他们已经是 这样子了嘛 你现在你在那个巴勒斯坦你就看见了嘛 啊 他们用的 用的东西就不 就是那个伊朗跟朝鲜提供的 啊 然后这个俄罗斯呢 他俄罗斯一跟乌克兰开战呢 俄罗斯的立场已经很鲜明了嘛 所以 这两大阵营呢 的开战呢 啊 是随时会爆发 因为现在呢 没有一股力量呢 可以去化解呢 这两大阵营的那个冲突 我也看不到呢 这股力量 在哪里 所以呢 我们 人 人类历史上最准的预言家 他已经讲了 他 他的年份可能会误差一两年啦 他讲2023年可能2425年呢 就会爆发 那反正什么东西都给他预言到了 所以 这一场大战呢 也是被他所预测当中 啊 虽然2023年 大战还没爆发 小战呢 已经爆发了 啊 或者说我们那个火药库呢 已经被点燃了 所以显然呢 我们已经无法避免 走向这个世界大战 因为很简单嘛 现在全球世代火药库呢 都没有办法化解嘛 啊 那我们先讲我们亚洲的那个台海危机 中国跟台湾如何化解 啊 你叫台湾 放弃整个台湾 回去中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无法化解嘛 啊 你叫中国 就这样把台湾放走 让台湾成为独立国 那中国也绝对不干 绝对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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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怎么 只能一战咯 啊 就好像现在 那个以巴冲突 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啊 巴勒斯坦呢 也得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啊 刚刚拜登讲要 乱巴勒斯坦真正独立 啊 但是以色列呢 绝对不给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啊 那个 所以呢 也是一个无法化解的纷争嘛 连那个最严重的就是那个乌克兰 乌克兰已经是 独立这么久的国家 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 已经 乌克兰已经这么成立这么久的国家了 俄罗斯都敢讲啊 你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啊 乌克兰是我俄罗斯啊 我就是要跟你并吞啊 啊 俄罗斯都尚且敢讲这种话 啊 你讲这个 中国跟台湾的危机如何化解 啊 再来就是 朝鲜嘛 啊 现在就讲一句话咯 但我们这种民族应该是 叫朝鲜吗 怎么叫做大韩民国 啊 大韩民国应该要消失吗 也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啊 啊 那那个韩国那边呢 哎呀 你们这个 朝鲜这个乱来啊 这个民不聊生啊 叫苦连天啊 啊 我们的民族何苦这样子呢 我们的民族何苦分裂呢 应该是我们大韩民国呢 统一 你们朝鲜吗 所以 也是一个无法被化解的 也 到了现在呢 他是一年拖一年 那中国跟台湾问题 一年拖一年 拖到现在没有办法化解 只能够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罢了 是不是 啊 所以 伊隆马斯克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远 远观的人啊 你看 当我们人类呢 啊 还不懂的可以什么网络支付的时候 谁发明的 那个PayPal谁发明的 就是伊隆马斯克呢 伊隆马斯克的起价就是他发明了这个PayPal 哎 我们才开始知道 哎原来可以网络支付 可以电子钱包 那 可以这个一系列的上网支付 哦 后来那个Visa Master这些啊 现在变成全不上网支付啊 就一切死于伊隆马斯克的发明了啊 再来呢 这个狼油车呢 对这个 地球的污染呢 是越来越严重了哈 那最近几年 我们就知道 他其实 产生最大的污染来源 就是我们的狼油车嘛 啊 所以马斯克呢 他把他一切身家丢下去呢 他要干出呢 那个零排放零污染的 那个电动汽车 他做电动车最难的就是 就是电池嘛 马斯克基本上就是把他身家丢到完 啊 因为他 他的信念很清楚的 我做不出 我特斯拉做不出来呢 谁敢做 啊 人类永远不会进步嘛 但特斯拉走了出来之后 啊 后面才有那个BYD嘛 才有那个比亚迪嘛 啊 啊 特斯拉做成功 比亚迪才跟得上来嘛 啊 现在那个Doyota呢 啊 开始电动车嘛 他后面的所有的品牌呢 才开始 发明电动车嘛 假如特斯拉呢 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呢 人类永远走不向这一步嘛 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的厉害嘛 然后再来呢 就是去火星嘛 那马斯克同一个想法 如果 如果我去不到火星呢 还有谁能够去啊 所以他也是用的 也是倾家弹场 啊 睡公司 啊 世界首富是睡公司 他没有自己的家了 啊 就是为了呢 要去要去火星啊 他第一次发射火箭 10秒钟爆炸 第二次发射火箭呢 35秒爆炸 啊 花掉几亿元 啊 这样子上去3亿元炸掉 啊 第三次呢 才成功 啊 以后呢 才能够带人类去火星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的 那个精神嘛 所以他今天是世界首富呢 是因为他看的比我们远 所以他现在他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讲了 嗯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啊 你们准备好了 行李准备了 啊 这个人没有办法了 啊 所以我们 跟不上世界首富的脚步 但是我们听一听他的话 啊 我们分析一下他讲的东西呢 啊 的确是有道理啊 啊 因为 人类到现在呢 都没有想到办法 都没有诚意呢去解决嘛 那尾巴怎么解决 尾巴呢 是你你死我完 非死不可 啊 那个中国台湾呢 还没有到你死我完 只是他没有办法解决 啊 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出来罢了 啊 当然没有到尾巴那么严重 啊 朝鲜这样 朝鲜也是蛮严重的 啊 朝鲜到最后也是你死我完的 啊 啊 啊 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已经打了嘛 啊 所以呢 你看 应该怎么化解呢 啊 是不是 所以就有观众讲嘛 是不是要学一学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啊 你看我们马来西亚这么多种民族 我们里面的各种民族各种宗教的矛盾呢 也是 你在别的国家是无法化解的 但是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啊 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哦 啊 我们可以妥协 我们可以住在一起 啊 我们也接受一个事实嘛 每天早上六点呢 啊 反正有人叫我们起船 起船去做运动 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东西啊 啊 他们也可以接受呢 啊 哇 另外一个人呢 在在在在在我的国家呢 公兰的吃猪肉 啊 公兰的养狗吃猪肉 人家也可以接受吧 啊 大家互相接受之后呢 就没有事情了嘛 啊 大家就 互相能够和平的生活下去嘛 啊 而不是呢 非要搞到呢 一场大战 因为现在你就 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个局部的小战争呢 就对我们影响这么大 什么物价环标啊 什么什么啊 是不是 如果战事再扩大呢 最终变成世界大战呢 啊 怎么办 所以 大家呢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呢 凭借这个世界大战的到来 因为呢 一龙马斯克已经看到了 啊 他已经警告了 啊 现在呢 看来呢 也没有任何一个力量 任何一个团体呢 正在阻止 啊 你阻止不了的 啊 台湾跟中国可以和平吗 啊 阻止不了嘛 对不对 啊 啊 尾巴打了 啊 尔乌打了 那个朝鲜就随时要打了 是不是 啊 所以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呢 啊 然后大家如果还可以的话呢 尽量为这个和平呢 啊 贡献一份力量 而不是呢 互相去煽动仇恨 不是 看见人家打仗 那仇恨呢 你看在尔乌战争的时候呢 哇 那个仇恨的言论太多了 现在尾巴 尾巴也是啊 尾巴是你死我完的 那种啊 啊 然后呢 这个仇恨在扩大呢 啊 人类呢 中规一战 中虚一战 一楼马斯克当然知道 因为他是那个S的老板嘛 他S里面呢 有多少仇恨言论呢 他天天看他就知道 老板怎么不知道呢 是不是 啊 嗯 暂时刷到这里 那么针对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言论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啊 大家有没有心理准备呢 去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啊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